老板把一整串香蕉平均分成三小串 除了适合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外 也因为近来香蕉价格上涨 担心影响到消费意愿 还好啦 一条反正那个价钱的波动也是差不多嘛 25 30几啊这样 普通的这样那七八十太贵 那么今天九十太贵了吧 消费者的看法不同 但普遍反应不只是香蕉 连巴勒也变贵了 实际走访传统市场 香蕉每台金大约是85到90元 比起以往价格上涨两倍 巴勒现在一台金80元 涨幅也在六成左右 商家表示香蕉和巴勒产地 受到去年风灾和豪雨的重创 产量变少影响价格 对消费者或店家来说 都不希望因为价格上涨影响消费意愿 农委会则表示 虽然香蕉价格要等到三月份 春蕉上市后会逐渐平稳 不过这段期间 也是柑橘类和莲雾的产季 民众有更多的选择 价格也会比较亲民 大爱新闻 汤道轩科兴致台北报道